凤林镇公所举办2022凤林镇客家童花祭及环境教育宣导活动 16号上午在花46线建英路举行 验证两年前镇公所和花东纵管处共同打造的童花步道纯果 也推广行销凤林花46线童花步道的赏花休闲活动 今年凤林的客家童花祭选择在交通部观光局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两年前与凤林镇公所合作举办植树活动 共同打造具有客家风情的凤林童花步道 与营造推广花东纵谷地毯绿色生态的旅游环境 刚好是2000公尺来回4000公尺 我们每一个间隔我们种5公尺种一颗童花 总共种700多颗 这童花是代表我们客家人的花 我们凤林的人口虽然不多 但是客家的比例在花林线是最高 依照我们客委会的统计资料是66% 所以我们对地方尤其是客家人 我们是相当的重视 今天办这个活动来的人也相当允业 我想我们以后 这个童花一直大起来的话 那落叶落下来 以后这条路可以好像是地毯一样 那个花会像地毯一样那么漂亮 那也希望所有的观光客 都能来这里看这个童花的大道 这一条全长两公里的油童花廊道 透过建走的活动 让民众能够悠闲地走在这一段 有700棵油童花树 所营造出来的生态绿廊 花46线通往建英大桥及193线道的环镇自行车道路段 直到目前正公所任相当重视当地的生态环境营造 希望未来能够成为最具客家色彩的特色廊道 记者林杰 凤林镇采访报道